- 先找我們歡迎以備入圍最佳金馬女配角的曾沛茨 歡迎 哈囉 倩佩好 然後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沛茨 恭喜恭喜 謝謝 因為金馬入圍最佳女配角 你就達成了三金入圍成就 就是我覺得真的有一個小確幸是 因為其實金曲是MV入圍 所以我就是沾到光 怎麼樣你也是歌手療癒人心對不對 對 然後金鐘又拿獎 金馬這次真的是三金 其實被這樣子 其實倩佩是第一個這樣親口告訴我三金成就的人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還在一個聽到 然後有一種受寵若驚 然後就是 對 還在 還在適應對不對 想消化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蠻特別的 蠻值得開心的一個狀況 那你那時候當下在幹嘛 過免書也要問一下你有刻意去鎖定 有 必須 但是 我跟你說我的個性就是有時候不小心就是 掃跟進的部分是體現在那天 我太早開始關注這個消息 譬如說是多少呢 好像是中午前吧 什麼10點11點 太早了 大姐 因為我突然 我跟你說 大家現在就是真的是提前準備很多 就是他 你去搜尋關鍵字 你是傍晚的記者會 早上就在準備 你在準備什麼 金馬入圍 然後就下面就會有什麼 隨時名單更新 然後一點進去 為什麼是空的 一點進去 然後我點大概十幾個 不是有強迫症 不是 不是我想說是到底哪裡有問題嗎 然後才發現他是下午5點才公佈 你也太可愛了吧 我搞錯了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開始 整個下午其實我都在工作 就是在忙音樂方面新作品的開會討論 結果其實是又被別人告訴我 因為我不是我自己看到 因為我金鐘也是這樣 金鐘的時候我正在錄節目 都是別人跟你講的 都是別人 然後那時候節目錄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然後突然有人衝進來就說 那時候好像Sandy還跟我一起 然後反正他就 Sandy 你中了 然後當下也是突然認出 哈哈 中了 因為我心裡就覺得 哈哈 好想自己發現 這樣 這次也是 少了一點點自己親自開獎的這種興奮感 還是別人同事告知你 對 可是這次金馬入圍跟金鐘 我自己覺得蠻不一樣的 是金鐘還有一點點就是 還有一種 我好像還沒辦法真實的踩在地上的感覺 對 那金馬是真的有一種 天啊 我是被好大的肯定 然後就覺得好爽喔 而且你知道 你的對手有誰 你現在有 我真的喔 清楚了解的對象嗎 你可以把它清楚 把它背出來有誰嗎 有那個張蓉蓉 對 張蓉蓉 然後有我 然後有楊貴妹妹姐 還有陸藝靜 對 陸姐 然後還有劉逸兒 真的耶 謝囉 謝囉 嘻 她真的很認真 很在準備這個當下 那你有去看他們的眼睛嗎 而且我講的順序是 那個我們入文名單的順序喔 從左到右 多深刻 你真的很專業喔 有在小小的做一下 敵情的刺探這樣 馬上就去搜尋那些電影 但你跟這麼多優秀的演員合作啊 不管是年輕輩的好 或是這些很資深的妹姐跟陸姐 你自己怎麼看這個戰況 我的名字可以跟這些人擺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一種成就了 那有沒有真的騎到馬 對 就 還是騎一下比較好啦 騎一下很好 如果沒有騎到那天的馬 也沒關係 我就去學真的騎馬 好啦 未來再騎就好了 還有時間啦 我感覺我應該 我的個性是那種比較 時間比較靠近 才會知道自己到底多想 懂 因為現在還有差一陣子 還有一下下 你再醞釀一下好了好不好 都要看當天有多興奮 我們到這再來揭曉一下 好 不過這次是因為BIG這部 魏德聖導演的電影嘛 對 我們先跟大家簡單聊一下 他是在講述一個什麼樣子的故事 其實他的目標非常明確 而且他就是816病房 其實816大家把它加一些數 就是8加1數 橫跟數 就是B 然後E上下加橫的就是I 對 然後6可以變成很像G的形狀 嗯哼 是導演的Chals 是 那這個816病房 對 其實他的創作靈感是 他真實地遇到一個 我記得也是10歲左右的小女孩 她是骨癌 跟圓圓差不多年紀 就是圓圓的雏形是那個 對 然後他也很會跳舞 是 他現在已經畢業了 我說畢業是從癌症 病房 二癌 對 他現在好好的 而且他還可以跳舞 嗯 在戲裡面講畢業 我都很擔心說這畢業是不是 是他這樣他走 其實不是 他只是跟這個病房say bye bye 他回到了正常的人生 跟健康的生活 以圓圓這個角色為出發點 然後在816病房裡面的6個家庭 那每一個家庭的境遇 每個孩子們 他是去當天使 還是他真的留下來了 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個故事好像考驗的不是 不只是生死 而是你要如何 你想怎麼樣活著 這個故事 我記得魏導有說 這個故事他在寫的時候 意外的療癒了他 那個時候遇到的很多低潮 對 所以我覺得 他創作這個故事 一定也是某程度 希望816病房 每一個小孩的世界裡 他們其實 這是魏導說的 大部分真的是願意相信 並且可能有一些是真的相信 我會好起來 哇 這個好正向喔 對 所以我覺得 以我自己個人的角度 我去看待這件事 我都不敢說 你可以做到這樣了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這麼有盼望 對 尤其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當然我第一我很喜歡他用真實的人生 跟用動畫的方式穿插 去代表他們在跟病魔抗戰的這個過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像你講他是滿滿的正能量 對 就我們大人 我們都不相信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 正向的健康的活下來 對 但這些小朋友就真的好天真 或是他喝個可樂 他都好開心喔 所以你剛講的跟這個電影 完全就是很合適的 而且其實 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刻意的 想要呈現出 其實我們大家可以 這麼開心的活著的這一塊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太誇張了吧 怎麼可能 我又不是沒有去過癌症病房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刻意的 因為現實生活中 已經太多真實了 那如果可以 我自己私心覺得 把這個盼望跟快樂放大一點 不過分 那你覺得圓圓媽媽 你是怎麼去解讀這個單親媽媽 我覺得 他也真的是滿滿正能量 怎麼可能有這種媽媽單親 然後 其實對我來說 他一個讓我當初接眼的時候 我一直很想更多了解的點 就是單親這件事情 那他老公去哪了 還有就是 所以他是遇到復興漢嗎 還是他另外一半也走了 那你有跟導演稍微討論嗎 導演怎麼給你解釋 導演那時候 他其實是跟我說 我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設定 然後跟他討論 那但基本上就是 圓圓媽媽就是年輕的時候 在愛情的選擇 有點腦殘 比較年輕啊 比較衝動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所以他在戲裡面 這個家庭的關係是 阿公 對 我 圓圓媽還有圓圓 對 然後 所以就是其實在演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場戲 是我推著圓圓 他已經 病情比較後面 然後他不是叫我趕快再去結婚還是什麼的嗎 找男朋友 所以那邊我就自己 因為那對我來說很重要啊 我如果其實是 對愛情 還有相信 還有盼望 還有什麼的話 那那邊的反應就很重要 那雖然說那只是一個小腳 小小的過場而已 對 但anyway 我覺得他是有意識的 並且 願意接受這個結果 我就是一個單親媽媽 並且我覺得 我這樣很OK 因為他真的很堅強 我覺得一個女性 他有一個爸爸 然後他又帶著一個小孩 然後他還有很多的心力 要去善待這些動物 動物裡面的動物 你是怎麼去設定這個詮釋的 我覺得光是要演一個媽媽 我就其實有點 Dry me crazy 就是 就是 我 我 我挑戰過很多角色 我也挑戰過 媽媽沒有嗎 有過 可是那個角色 其實他是領養的 我沒有一個親生的 OK OK 親生的孩子是第一次 對 第一次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不行 那你想像中跟實際接觸到孩子 我舉非非為例的 就演我女兒 我會覺得說 哦 原來八九歲的孩子 你不能把他當孩子講話 我面對如果是很有想法的孩子 可能我反而會變小孩 因為我 對 但是 總之呢 真實跟這一群 816病房小朋友 接觸的時候 我是覺得都有 有小大人 有青少年 對 也有真的 就是你就是可以用小小孩的方式 對 就是都 各種技能都要具備 對 所以媽媽 我那時候總之就是 當然圓圓媽媽 因為她的設定很清楚 嗯 所以我基本上 其實 其實 光於圓圓媽的歌星是跟著飛飛走的 跟著圓圓走 跟圓圓走 因為她 我覺得圓圓算是圓圓媽的一個動能來源 然後 她的世界的中心吧 我覺得 是 而且其實 我覺得圓圓媽的選擇堅強跟樂觀 基本上是因為她女兒就這樣 對啊 那你可以不這樣嗎 嗯 對 所以 反而是被她驅動著 可是她不是不難過 她也不是不 她 她也不是就接受這件事情 她 電影裡面的片段 她騎機車上班的時候 她看著 紅毛猩猩在發呆的時候 她跟她 爸爸講話的時候 對 是她唯一可以任性一點 脆弱一點的時候 對 其實我在看怎麼變 我常常就是一直淚陷 一直被刺激你知道嗎 就是說 就是好多好心疼 因為圓圓實在太堅強 她堅強到 就像妳講的 媽媽 我孩子都這樣 我怎麼可以 為了她堅持下去呢 所以其實就是互相牽動的鼻子 當然 妳最多的對手戲 就是這個 菲菲 對 就是菲菲這個小女孩 圓圓的部分 那妳們有特別去培養 或是 一開始妳是怎麼跟她 融入妳們的情感 在那之前 一定是要建立感情的 所以後來反正不管是 大家真的一起正視讀本 或者是什麼 我就是會對她多一份關心 可是其實真的每個小孩 都有每個小孩的個性 我就會發現其實 菲菲她 她是一個需要 她慢熱 慢熱是一個 然後她 你不能把她當小孩講話 因為她很有自己的想法 因為她很有自己的想法 她很知道自己要幹嘛 然後 小大人了 小大人了 所以就也是慢慢摸索 然後到後面才真的敢 比較像朋友跟她聊天 我怎麼覺得 在你們這個天平關係裡面 好像是她比較主導的 我前期比較看她臉色 我自己願意的 我那時候還緊張到 去跟同居的其他的爸媽 幹嘛 聊說 你們怎麼 怎麼去跟他們 怎麼跟那些小孩 因為我覺得大家看起來都很 就我自己在那邊 其實菲菲很好相處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說 你想太多了啦 不能說 你會餓嗎 要外套嗎 不能啊 她會這樣 就她沒有怎麼樣 她只是這樣 可是我心裡就覺得 你還好嗎 你不高興嗎 我剛剛怎麼了嗎 就是會 因為還不夠熟啦 對對對 重點是不夠熟 好好笑 你們這段過程 那後來突破那個關卡 那個開關在哪裡 有一場戲是那個 遠遠隔壁病床的 小男孩小姐 就是半夜要急救 另外一邊的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那一場好像破病了 真的破病 就是因為我要 其實我也很害怕 就是遠遠媽媽也很害怕 我陪你在這個病房 可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這麼Live的狀況 所以我記得 我們的肢體動作是 我要警報她 然後甚至是要保護的 那種狀態 那我覺得那場戲之後 好像她也比較 我覺得肢體接觸吧 比較多了 就是早點抱她就好啦 不行啦 你不能一開始就在那邊 突然把她抱住 她一定會覺得說 你到底想幹嘛這樣 你們真的很多都沒教 像我小胞就直接把她染過 應該是我個人 太客氣的問題 你們兩個都有點 你們很ㄍㄧㄟ 其實她還好 好可愛 她其實還好 她就是蠻 她喜歡的 她就會說喜歡 她不喜歡就會說不喜歡 反而是我想要 我可能想 太想討好 反而多了這樣 但我很好奇 她有一場 真的剪頭髮 因為知道遠遠在拍戲的時候 她差不多是九歲 對 然後要剪掉她的那個 她的頭髮那麼長 對 你要想這算是 她這輩子的頭髮 就長這麼長 她媽媽跟我說 她沒有剪過短髮 聽說只有修過瀏海 對 修過一點髮尾 就這樣 她是長髮控 我的天啊 她有就是 就是她 她造型她就是要長髮 我跟你講 小女生都會有長髮控 所以她兩個也是 對 就是要當公主 所以她留長頭髮 然後那一場我知道 要剪頭 而且她沒有任何的 情緒 我真的很佩服她 導演就有跟她解釋這個故事 解釋遠遠的人生 她是接受這件事情 她是知道 是因為生病才這樣 然後她自己的親生媽媽 跟我聊的時候都說 她非常驚訝 她女兒竟然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我本來很緊張 因為那天是真剃 對啊 很明顯吧 我看那就是一絲OK啊 那完全不能再來的 只能一絲OK 然後要聽下去 這場戲我還去練 就是 就是全部的劇組的人都很緊張 因為你失敗真的就完了 就沒有頭髮可以再 對啊 然後他們還就是要我 就是大概有兩三天收工後 然後我就是對著那個 假髮 假頭 然後但我那天還是剪爛了 就是把那個低馬尾 對對對 我沒有剪齊 但沒關係 反正剃有剃好就好了 我倒是真的剪下去的時候 我犯累 反而是你 就是那個反應我沒有料到 但是 我看著飛飛 看著圓圓 她就是張著她的大眼睛 然後機器在她前面 她就這樣 我也是看 我是看大螢幕的時候 才看到她那些細微的表情 對 但我當下 我在她背後 我只看到她後腦上 對 我剪下去的時候 我整個人是 其實我手在抖 有啦 不只是你 觀眾我在看這個播出的時候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然後她沒有任何一句怨言 沒有任何一絲覺得委屈的表情 這讓我真的覺得 她覺得這個決定 現在這個動作 是對於她未來 健康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她覺得沒問題我接受這件事情 她完全理解 然後一咖 那小弟一咖 她就 不是本來很沉重嗎 她就 我要吃什麼 她就 就是 我真的覺得 我以為她會 以白擔心了 對 我以為她會 我們是不是要過去關心她還是什麼 她沒事 她沒事 她很OK的 太近了 關不著人家 入圍 所以人家新演員好不好 你做得很棒 你做得很棒 很厲害 她今天覺得耳朵很硬 為什麼人家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我 那你們兩個 我看好多 好動人的一些細節 就是說 特別是 你們兩個每次在床上 那個母女談心 不管是談小男生的 戀愛的感覺 對 還是她叫你要堅強 我每次想到 我都洗漆皮膏 就都覺得 我看了真的是 淚眼汪汪 那你有沒有對你來說 有最印象深刻的魔王戲 魔王戲真的是 那個最後一場 對 而且她那個拍法 就是你也只能 那一場 你也就是用那個鏡頭完成 然後 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 其實我人生裡面 有一次跟我的至親 面對她離開我 其實是沒有 好好說再見的 我最後是透過 寫了一封信給她 我覺得那對我來說 才是好好說再見 可是那個遺憾 那為什麼當下不能 好好的 因為剛好 因為她是 她是寵物 那個狗 所以她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選擇了一個 所有人都不在她身邊的時候 她走了 她在動物醫院裡面走的 然後也是 也是癌症 那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寵物是寵物 那個人的家人是 但我們家就是把她當 對 你這樣講 我也想到我們家很好 不要哭 健康 健康 等一下想哭就哭 但是就是 anyway 所以我當時 其實看到劇本的時候 第一次看完 我還沒有太大感覺 因為用 純粹用演員角度去看劇本 第二次 一看完 我突然覺得 什麼意思 我是不是擁有一次 可以好好說再見的機會 然後 後來也沒多想 反正就開始拍這部戲 那魔王戲都有來說 難的點是在於 我很想要投射 圓圓是我家的那隻狗 可是狗不會說話 那圓圓會不斷告訴我 她想活著 所以在那個部分的時候 想到家裡的小寶貝 就是當她告訴我 她想活著 我就很想 跟她說 嗯 就是我 我才發現我內心是多想要 如果可以 我想要幫你們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 然後因為 菲菲的表演 劇本裡面就是一句 我想活著 點點點 嗯 她在 在那一段 就是大家看到的 她不斷地 重複這句話 所以其實 圓圓勢必 菲菲勢必是跟角色合為一體 嗯 我 我在那一段 就是其實導演有跟我說 其實我們不需要拍得很悲情 嗯 不行我那段我真的是 嗯 然後那段 那段到底是圓圓媽在 在那個時空 還是我在那個時空 我已經分不清楚了 嗯 然後 可是其實在 嗯 就是那個鏡頭我記得 我沒有記錯的話 拍了2.5次 嗯 有0.5次是我自己喊停 嗯 然後最後 反正就是 我其實為什麼喊停 是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覺得我的腦袋 還在運作 可是其實那種戲 當你 還在想的時候 那就不成立 對對對 所以後來 有稍微有點 分心了 我覺得我分心了 嗯 所以後來就是 很真誠地面對自己的情感 就再來了一次 對 而且導演喊咖的時間點 我以為我 哭完了 但是他一喊咖 把我整個 收不回來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 那種赤裸的感覺 實在是不知道怎麼面對 我好想要哭完 可是所有身邊的 大家在準備下一場戲 我好想要就吹肉到底 所以後來是我哭到 就是 其實就是都是眼淚嘛 所以有點 我就低著頭 然後突然有一個 擁抱從背後抱 哇 我想說誰啊 不會是我老公來了 哈哈哈哈 菲菲 哇 他自己跑來抱我 嗯 然後我覺得 他真的有把我當朋友 就是 還在 還在這邊 糾纏你們的友誼 我很喜歡我們的情依 是慢慢的 累積上去的 對 而且 我知道他入圍的時候 他知道我入圍的時候 哇塞 母女黨又一起入圍 你們是兩對母女黨 那個小燕雲 外力也是 然後你跟菲菲也是 對 對 但我覺得這個電影 很可愛是說 他還有很多的歌唱 舞蹈 對 歡樂的元素在裡面 對 但我都沒有唱到 你有配唱 那我一曲啦 你我們Darling Child 你要怎樣 我很想要就是加入他們那個吉他的那個部分 然後我就在那場戲我在那邊看 你的歌手魂好不好 意思都在 不過當然 導演有安排你唱這個插曲 對 那你覺得你在唱這個插曲 你是真的把自己當元元媽去唱出那個新聲嗎 是耶 其實是 而且 其實我覺得 My Darling Child 這首歌在錄的時候 還可以有一個我比較貪心想做到的部分是 除了元元媽以外 他 元元媽的角度就是 其實我不是只有唱給元元聽 這個病房所有的孩子 我帶著唱給他們所有孩子的心情唱 那也加了曾佩慈的口吻 沒有啦 還是要很謝謝佩慈總是把這麼溫暖的聲音 或者是把這麼感動人性的演技 帶給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也很期許下次還有更多精彩的角色 可以讚你 我想演反派 我想演反派 你怎麼反得了啦 我可以才是挑戰 對呀 而且我前陣子看了一個那個 一部劇 然後那個是 律師 你一開始會覺得說 他 他怎麼那麼討人厭 結果演到後面 你會覺得 有種佩服他 他喜歡這個角色 我就想挑戰這種 是 對 就 我們不要再溫暖了 可以 這位子可以再溫暖 也可以溫暖 但是我就覺得可以尖銳一點 銳利一點 然後甚至不那麼典型的正面 我都覺得OK 好吧 那我們就下次看到你 精湛的演技 在下一次的入圍金馬或是金鐘 好啦 謝謝佩慈 也祝福你可以在眾多 演技派演員的當中 殺出一條雪莉 好 然後把這個金馬獎拿下來 加油 好 謝謝佩慈 謝謝 謝謝 不用抵銫 謝謝 不用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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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